今天买了两千鱼苗 先放一些 放在我们经常打鱼的这里河里 然后我们再分享一下 我们是怎么养着这个稻瓜子的 虽然我们经常打鱼啊 但是我们每年都投放了很多鱼苗 在这河里面的 这里只有一千 还有一千放在另外一个堂里面 这个地方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上次我用铁锤砸石头那个地方 那个石头 就是跑那跑鞋那个石头啊 我们这里自古 大家都有养稻瓜鱼的习惯 除了我别人他也会养 现在大家都在这里买鱼苗了 这已经在三十条左右 这里又是三十斤了 这个堂里面我们也要放一些啊 上次我们在这里打过鱼的 漂亮吧 刚才那些跑得很小就不见了 在这里面还肯定舒服了 可能很 剩下的这些都是这里酸了 那条里面我们还要放一些啊 当花鱼到底是怎么来的 每年差好像半个月之后就可以放鱼苗了 放多少也有讲究的 像这块田可以达两百斤骨质 基本上可以放一百条左右 这些鱼苗已经在三十条左右啊 一时 你这会多难 为什么不多放一点呢 放多了也没用的 它放一百条它就能长二两一条 如果你放两百条的话 它只能放长一两一条 当然我只是针对我这块田 如果里面的田是放了汁肥牛肥比较肥的话 那也可以多放一些 一百可以了 放好鱼苗的田 这个田八口一定要来好 我们通常是用这个山树的树枝啊 它因为有刺嘛 没有条件的话就用这个网也可以啊 你可以带起那个山树枝 鱼已经有个照片来了 活跃得很 像这种做过央田的稻田 可以多放一些 它比较肥鱼长得快一些 那要是有很多老铁他说 他放了鱼要打农药了怎么办 这个我们有办法的 等一下我告诉你 现在有一种农药 它是专门为这个豆花鱼设计的 它可以杀死害虫 但是它对这个豆花鱼 它是没有什么影响 那个药叫什么名字啊 这个不能说啊 要不然等一下又说我打广告 总之你买药的时候 你就告诉他 我们家养的豆花鱼 应该买哪种药 他就会告诉你的 这一块田哪上放多少个鱼苗 这个可以放个两百多条吧 一盆倒下去吧 好嘞 像这种田八哥被拦了一下的 里面肯定是换了豆花鱼的 它有些也会从这里跑出去 跑出去就到了河边了 所以我们在河边 经常能打到豆花鱼 今天我们这种田的豆花鱼 应该可以收到一百斤左右 豆花鱼苗已经放好了 等几个月这个稻谷熟了 就可以放水抓鱼了 当时有想抓鱼或者吃鱼的 欢迎大家来提店